台博旅游泡泡正式宣布开放 收发团即将在4月1日启程 不过随着台博旅游泡泡成真 外界也关心为何旅游泡泡能成型 而两岸小三通却仍有风险 那因为博旅游那边零确诊 那相关的资料我们都很清楚 那小三通什么时候才认为是可以来进行 那第一步要看看陆委会那边的规划怎么样 另外针对首批11.7万剂的AZ疫苗 已在17日晚间全数检验合格 而照先前陈时中的说法 11.7万剂会先提供给11.7万名医事人员 作为第一剂接种的疫苗 不过陈时中说明指出 会先让6万名有施打意愿的第一线医事人员 一人施打两剂 导致外界好奇是否AZ疫苗的到货时程有变数 现在就是先确保这第一批人都可以达到两剂 但这个随时应该是滚动性的变动 不过最后还是我相信DPS会达到4万以上 陈时中也表示 19日会召开专家会议 共同来检视AZ疫苗的安全性资料 同时也敲定开打时辰 目前初步规划下周开打 新台人雅台电视王冠林叶云入 台湾台北报道